各位好,歡迎大家回到星期二的倍升企劃 今天市場又升又跌,又升又跌 又再次來到悶悶的感覺 跟之前說的一樣,因為現在還未跌穿17000點 還未升穿18400點 所以就變成,不可以說代表這樣跌 反而最怕的是,他又來多次,不停不升不跌 這樣才覺得很悶 那個感覺就是,你又是每天,繼續有空升幾百 有空跌幾百呢? 有段時間都不知道方向 現在每個人都看世界盃的狀態 今天主要是,你說有什麼升呢? 反而就是,大家都應該不多理 因為他的升幅又不大 包括那些銀行股啊,全部都是內地的 內地的銀行股啊,內地的保險股啊 我全部隨便找一隻做代表 但你不找中國人壽呢? 找回中國平保的狀態也是一樣的 又不會升得太多的 但始終都叫做升的 另一隻呢,就是 捐箱啊,也是內地的捐箱啊 全部都是內地的金融股啊,是升的 那其他那些呢,都應該不太OK的 包括那隻,應該是美團的那些呢 都不是太行的 那,非常之不行的 那,去到... 至139,這些都是跌下去的 歡迎大家回來,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記得這個影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投資者需要自行加以免股並且承擔所有風險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 也可以即時討論,Patreon的用戶多了三個頻道 記得可以加入我們TG、IG和Facebook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如果你也希望這個頻道繼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Patreon或者BuyMe的Coffee 也可以 現在正在下跌,但跟之前所說的一樣 就是在這個位置 變成它是沒有方向的 大家最希望穩定打穿18400點 現在很難說是散貨還是陣瘡 這些是馬後炮才可以說 最後跌下來的就是散貨 反而回上去的時候就是陣瘡 所以唯有用一些指標做決定 所以一直都是說它跌穿17000 那你就當它是 你怎樣都要 這些叫做保險 保險 自己不要輸得太誇張的時候 起碼都要減少一點 最重要是這個狀態 升穿那一刻 大家最多都是怕買少了 反而你留意它會不會再繼續是這樣的狀態 其實都應該要 我覺得要 這個禮拜都應該決定到 不會還 維持得太久 所以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早前那些內房股很厲害 那些人都會開始問究竟 那些內房股呢 其實就是 逐隻逐隻看的 那如果你用回 好像 2007的這個 碧桂園 碧桂園其實就 你見到 其實它是保持得不錯的 就是它還在 這個20天線的 樓上的周線圖 那變成 如果你不是跌穿了兩個二 就是一個禮拜內 其實我覺得你不需要這麼 擔心 所以我那時候也說 你去到這麼 彈的時候 突然間 就不要 覺得股市一定升 突然間 在這個狀態就好用 在這個狀態就好恐慌 因為它可以下個禮拜 突然間一夜就彈上去 4.3都可以 所以你就不要過份極端 就算扔也不一定要 立刻 扔掉 然後一升少少 就立刻 又衝進去 變成 你如果穿兩個二 你真的害怕 你之前是重的 你就扔一點 但也不需要 扔掉 這樣的狀態 為什麼說這些 例如 其實它真的剛剛到達二十天線 如果你不是 我們不計算最大的 六八八中海外 或者是 是 一一零零九的華潤 我相信大家 早一兩個禮拜 都是買一些 小到 偶 那些股票 也不會是 二十幾元 三十元 那些股票 都是一些 一兩元 甚至是一幾毫子 那些 所以 你如果看回這些 好像 旭輝的八百四 變成 它是 其實一早 它都彈不穿 那你覺得 那時候 其實彈不穿 都覺得是已經 所以那時候 你 好像 3380 那些 你一元 就要閃 就算 任何 其實 這個 應用在任何股票 即是你升了一倍之後 其實你都 不要覺得它 永遠向上 那你見到這些 一升穿了一元 已經 已經是 那麼多了 最高你見到 就像3380 這些 龍光 集團 始終都是去到一個 二十八 這樣就完結了 那所以呢 那時候 其實你去到一元 那就算了 那 丟了之後 就 不管它 升到一個二毫八 那 另一隻 應該多些人 我覺得如果你是買 碧桂園 或者是瓦居樂 因為我猜大家 多薄 都是應該 這兩隻 因為始終 你不是 計算最大的 那些 一輩子 都應該是 一想就想起 這兩隻 都比較老牌子的 內房股 那 3383 這個 居樂 其實都是一樣的 剛好 這價錢跟 2007碧桂園 是很相似的 所以 它也是 兩個二的時候 這個禮拜 如果它也是 穿兩個二 那你才會閃 那 講完一隻 比較小一點 其實也不是太小的 富力 那 富力也一樣 其實 今天是收了一個 708 但其實 比例上可能大一點 如果你不是穿過半 都不需要閃 其實也要索性說一句 如果你的持有能力是高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 照計也不是太差 因為 說真的 你 它最低位 應該好像是接近一元 現在就算 跌到過半 它也是 升了五成 其實 以 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 就不是太 太恐慌 說要扔 那 怎樣可以導致恐慌呢 除非 你 又是 整副身家 扔下去 一隻 你不是打散 那你就要扔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我覺得這些 不妨一搏 其實我覺得 都是那種叫做 要不就搏很大 不是你放很大的 搏它升很大 要不就 等它真的整間公司收皮的狀態 你對比回 你現在 它那時候還低於09年的 那當然 可以再低 但是現在 擺明就是 在搏的時候 你是唯有這樣對比的 你怎麼看到這麼多 將來 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 用這一刻去說 就覺得 是 收皮硬的 正如你在 2021年頭 你說的科技股 好像是 發硬的 所以 大家 不要習慣了 如果 像你這種時候 的話 也有很多人會告訴你 700元 700元 的騰訊 才是一個 支持位 現在 到現在 就說 騰訊 就要倒閉了 所以 不要用那一刻 去說 然後 你在想自己 究竟是否 想搏 當然 你不要 睡覺 搏它 升硬 如果每個人都 不用打工 發達 今天 也有人問過 那些 航運股 其實 之前 其實是早幾個月 都不知道 知道幾個月 因為那時候 講1138的時候 其實都是三個多 最多是四元 現在 已經去到 8.23了 今天收市 1138 中遠 中遠海能 升到8.23 其實已經超過了一倍 也是那一句 你一刻就看到 他不斷升 當然是興奮 但是下一刻 如果拆下來是六元 就已經說 要走人了 所以 這時候 我覺得 就不敢再 推 這個 當然他還沒有去到 最頂位的二十幾元 那麼誇張 那時候 為什麼說這一隻呢 如果你有印象 我那時候說的 都是因為 因為對比回三一六 就是你三一六的 東方海外 已經升到 噴噴噴聲 幾百元的時候 二百多的時候 那隻 依然是未升 所以我才會說 1138 你想想 大概 一年 其實說的時候 可能是八月的時候 你看回 八月的時候 的 1138 最多都是四個幾 這樣 那你跟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 這些時候 都是三個幾 四元 最頓都是四個六 那你 當然是 對比於那個三一六的話 一家相差很遠 那時候才買的安全 那你去到這個時候 就不再是那麼安全 那如果 反過來 你會留意哪一隻呢 就是 一刻呢 應該 是留意 好像 五一七這些 你看到他這些 那你也是在搏 那他 現在都是兩個五號四 那他最低的差不多 是兩元 那如果你對比回當時 就是 07年的高位 又去到十一個幾 那如果你對比回 三個六 就是 東高海外呢 是破頂 破了07年頂的 那 那麼 五一七這個呢 現在還在低位 那麼我們 如果是 五一七這個 中遠海運 還是兩個半 那 那如果誇張一點 當然是升到十二元 那 那簡直是超過四倍 那 但是無論怎麼看都好 那現在都是一個 低位 比較健康 那 那問題在於 那 他跟 一一三把一樣 假設他是升 你都不要看他 就是 如果你假設他 你買完之後 他慢慢升到三個半 就恭喜你了 但是 我這些買下去 你假設他會 吼在那 就是 你剛才我剛剛按完的 1138 你看回他 他在 六元之前 那段時間 其實是很久的 你又可不可以頂到 這件事呢 其實他在 四元這些位置 是搞了很久的 你現在看 當然興奮 但是 你是在捱這幾個月的 買完下去 隨時 還要倒下去 就是你四個七買 跌回去四元 又再上回去五元 然後很開心地跌回去四元 那 所以呢 如果你買五一七 都一樣 因為現在他還是低位 他肯定是不會慢慢地去的 因為沒有人拆國主 那 去到 差不多 你爆了 如果你去到 兩個七這些 一破了 這些 叫做 年內 新高 那你在人家的 五十二周高位 那時候 看到 那開始 那些人就會 醒起來了 就是 就是 好像我昨天說的 東方電器那些一樣 看看會不會有人 想起 這些叫做沉寂了一輪的股票 那 還有另一隻 其實都是很弱的 所以其實 你可以找回一些很低殘的 就是中軟海法 那當然 有些人就說 現在這隻 其實就不是跟 航運股太有關係的 那 但是 都 還是有些 那 還有就是 就是 有點像金融股 還有就是 有時候都 那些人是炒印象的 記得以前這隻 是航運股 那 這隻 其實不能夠說 是 叫做 叫做 走勢好的 跟其他之前那些 那些真的走勢好的 這隻其實 都還在 搏反彈 那 你現在 就算你 買一元下去 可能你也是搏 它 回來這些位 就是最理想的 過回來這些位 都是搏 它過三 但是 但是 你也是在看 就是 跟內房股一樣 你也是在 現在都是 在09年的位 就是 應該 一是就倒閉 一是就大升了 就是 它 那些時候 應該 都不能夠再 再插得下去 去哪裡 那你就 去搏一搏 所以呢 你就是用這個狀態去 搏內房 還有就是 今天主要說的 航運股 那 那今天 暫時說到這裏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 或者在Patreon 留言 也都歡迎大家 加入Patreon 那 臨走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 按鈴鐺 還有share給你的朋友仔 那我們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